华航诺福特确诊个案 阻击遍布全台五线市 专家担忧 传染其实在更早之前 就已经悄然展开 有些机器的血清反应 告诉我们可能这事情 至少超过一个月 甚至快两三个月了 我们才把它拦截到 这些人症状不严重 他其实一直在过他正常的生活 所以这是目前比较担心的 尤其目前还没找到感染源头 社区环境也可能暗藏危机 不过专家表示 幸好目前确诊者 都和华航诺福特有关 但一旦出现无关联者 就会是社区感染的危险讯号 应该先从第一线医疗院所 提高警觉进行第一波的过滤 有人有呼吸到正常伴随着发烧 呼吸比较 或者全身倦怠的比较厉害 这种人就是应该优先要去验他 要去想办法让一些 第一线的临床医师 有一些快筛的工具可以使用 不用每个人都送机关署 指挥中心必须加快匡列 及筛减脚步 除此之外 专家建议民众 最好的保护方式 就是接种疫苗 全民一起防堵社区感染 大约新闻 县山李建宽 台北报道